日前我们看到有报导称 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 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将中芯国际 列入贸易黑名单 如果禁令成真 那么中芯国际将如何来应对 而中国发展自主芯片制造 又会否遭受重创 相关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 一方资本高级分析师 关博文先生 Denis下午好 这次我们看到 特朗普政府是开始制裁中芯国际的理由 是说它涉及军事 但是中芯已经发声明澄清了 您认为这次事件会如何来发展 那么中芯国际有不有机会摆脱制裁 如果说禁令成真的话 那么对于中芯国际 乃至到中国的芯片自主战略 又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那我想这个前两天这个股价 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就是投资人对这个中芯国际 这个当然之前涨了很多了 对这个未来可能有些担心 那我们现在 虽然现在看起来只是一个 考虑加到这个实际形态 但我们假设它已经被加到了 那首先就是说要明确一眼 就是先进制程 先进制程就是所谓的14纳米 7纳米 14也还好了 就是甚至更多7纳米 是以上5纳米的这种 那这种东西呢 所需要的设备啊材料等等等等 尤其是设备 一直以来就没有办法进口 那无论是美国也好 还是荷兰的 还是日本的也好 就一直以来就是所谓的N-2嘛 那就是两代以内的这个制程 半导体制程不能够进口 这是一个协议 瓦森纳协议 那所以这次如果加进之后呢 说是哦 还是先进制程不能够建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影响 因为本来就不能弄 那这第一 第二个话呢 其实不光是它自己 你现在也可以看到 制裁华为海思 也对中间国际有巨大的影响 因为之前一直是14难民 其实说白了 可能没多少客户 就一个可能就是海思 那海思对他们的帮忙 其实也挺大的 尤其是在这种商业领域里 就是说你要在 你要商业应用的话 你需要有一个设计商 来跟你一起配合 设计厂商 就像海思这种 那海思可能也是万不得已 因为没有办法在台阶线投产了 所以万不得已 跟他一起来配合 配合的可能还不错的时候呢 美国又加强了禁令 所以直接都不用制裁中芯国际 直接制裁中芯国际的客户 中芯国际的14纳米 就已经做不了了 中芯国际最新的一次的扩产的计划 其实是集中在28 55 65纳米 这种所谓的成熟制程 在北京那边 有一个新的JV要搞 所以其实可能他们也觉得 没有客户的情况下 自己在搞实在是太少钱了 所以很难 这是第一 那我们假设这次美国加大 就全面禁令 就是成熟制程 也不让他搞了 28 55 65 90 甚至更往上的 更成熟的这些东西 都不让他搞的话 其实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虽然大家很兴奋 中芯国际 这个中国内地最领先的 这个生产厂商 很高兴他觉得 14纳米啊 甚至以后7啊 5啊 但其实对这个 作为一个企业来讲 他最赚钱的并不是这些先进制程 而是现有的成熟制程 那这些东西如果被制裁的话 那真的连钱都赚不到了 所以就目前来看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就很惨了 这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大家应该明确一点 就比如说像这个 就以制造为例了 那最需要的其实是三样 第一个就是人才 第二个就是设备 和其他的一些供应 比如说晶圆啊 等等等等 第三个其实是资金 那我们以中芯国际为例的话 他人才其实引进了很多的 台湾的人才 还有韩国的人才 因为这两个地方的 这个人才比较的 就是半导体制造的人才 的经验比较丰富 人员也比较多 第二个就是设备 和其他一些晶圆的供应 什么化学物质的供应 这些东西 也是掌握在欧美日的 日本的这个手里 那目前我们来看 主要限制就是这个 第三个就是资金 那假设我们说 中芯国际还有别的办法 或者中国其他半导体 有别的办法 能搞到这些设备 二手的或者怎么样 第三个就是资金 因为中芯国际毕竟是一个香港的上市公司 然后也有很多的境外的一些资金的需求 就是买卖 融资等等 融资投资等等 那所以如果美国真的是很开心的话 就不光是在半导体领域 半导体领域 完全可以在金融领域制裁 就像制裁 就通过银行来制裁了 所以这个系统来制裁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 这个潜在的风险也比较多吧 但是我们也 我也觉得 其实大家应该 就是看一点 因为就是说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国家 包括美国这个最先进的国家 也是没有办法完全搞到 就是百分之百 这个芯片国产化的 因为芯片这个领域实在是 产量太长了 那到人材 到教育 到物质 就是材料 到设计生产 软件硬件系统等等等等 然后需求等等等等 没有办法百分百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 没有办法百分百的去国产化 所以你要说是指望中国 短时间内去 甚至说五到十年内 这么短的时间内 去百分之百的一切东西 都国产化 国产替代的话 我自己感觉的 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所以既然中美之间 对抗的话 我觉得最大的出度 就是一边去搞国产替代 一边去搞那些 就是非美国的产品 比如说非美国的供应 比如说日本韩国这些 我估计因为做生意 我估计可能他们会在 最大限度的情况下 能做的能卖的就尽量卖 所以我感觉 未来的趋势应该是这样一个 那目前看来 可能也只能是这样了 对 那么另外在华为方面 根据报道 韩国两大零部件生产商三星 还有就是海力士 也将于下星期 停止向华为供货了 让华为新一款的旗舰智能手机 有可能要大减出货量三成 目前我们看到 华为受到打压 或者就不仅仅是陷于美国了 那么您觉得 未来这个趋势延续下去 对于华为的影响会有多大 对这个目前 因为从18年开始的 所以之前就大家也都能 弱度续续有说 这个他手上有多备货 怎么样怎么样 有预计是一年的 有预计是两年的 到目前来看可能两年 在手上有很多的库存可能已经消耗差不多了 那刚才您也提到 这个说30%的新的手机的 每次时的所谓的砍单 其实从投资人的 就是二级市场投资人角度来讲 我觉得很多人都已经预期 他可能最快可能在明年 就可能连手机这一部分业务 可能都会消失掉 因为之前有很多人都觉得 可能是高端不行 但是低端可能中低端的手机 可能还可以采购联发科等等等等 这些现有的 然后或者高通 这些现有的 而不是还是自己做的 这些芯片 那自从前两个礼拜 美国加大了这个地图之后 现在大家的一致预期 就是可能连中高低端 这些都做不了了 那我听到就是说 可能是一些像其他的品牌 有的人说是很着急的补货 也有人说 其实也并没有着急补货 那等着华为的库存 因为华为手上毕竟还有一些其他的 就是以前的手机和新的人民40的手机的 这个货要卖掉 然后库存要卖掉 所以可能很多人在等 很多的这个友商在等着这些库存卖掉之后 然后再积极补货 这样竞争可能会更容易点 那说到未来的话 其实也如果只是中美对抗的话 就像我刚才在说半导体那块 如果只是中美对抗的话 就还好 现在最大问题就是他连作为的盟友 因为美国盟友实在太多了 大部分是发达国家 连盟友都拉近的话 我觉得可能未来也不光 华为也在积极转型 做软件做设计等等 他们能力也非常强 但是在硬件这块 我觉得说实话不容乐观 会不会有什么转机呢 可能就看 转机内可能就看一看 9月15号之后 这个计定到底是 真实是什么情况吧 因为不是说百分之百姓吧 其实还是难批准吧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美国总统大选 这其实也是一个 比较关键的时间点 那总统换结之后 那两党会不会有变化 变化之后会不会有一些 什么样的政策的放松 那可能是一个短期内的不确定吧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大概是这样吧 好的 那么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就先跟Dennis聊到这里 感谢关博文给在这一时段 带来的精彩分享 谢谢你 好 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色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